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和大家分享一部科幻喜剧片 一行奇花 男人主角西摩是一位不起眼的花店店员 由于经济萧条,花店没有生意 老板打算炒掉西摩和女店员金发妹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西摩和金发妹开始忽悠老板 肯定是花店的商业路线有问题 西摩拿来他自己种的怪花 声称有了这株怪花,花店将变成一个网红店 没想到怪花刚摆出来就客人找上门 客人的怪花非常好奇 询问西摩从哪里弄来的这株怪花 于是西摩开始给客人讲述前些天发生的一桩怪事 这天西摩路过一家中国人开的花店 正想遇上天有异象 从天上飞下来一道绿光落在了这株怪花上面 目睹怪异景象的西摩从中国老板那里买来了这株怪花 客人对西摩分享的这个故事十分满意 当场就下了一笔大订单 之后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真的成了一家生意火爆的网红店 但是好景不长 这天怪花突然生了病 整颗花萎靡不振 无计可斥的西摩居然拿自己的血去喂养怪花 怪花喝下人气 长大了一大姐 之后西摩带着怪花去电台打广告 没想到怪花居然还是一株好色花 对着美女屁股舌头伸的老肠 西摩发现之后赶紧制止了怪花 我知道你缠人家身子 但是嘴上不能说出来懂吗 为了让怪花一直维持精神 西摩不得不每天拿血去浇灌怪花 没多久 怪花就长得和人一样高了 这天下班之后 怪花又变得萎靡不振 但是西摩已经没有足够的血去喂养怪花 怪花居然开始开口说话 他告诉西摩 花店能变成网红店 都是因为他用超能力招来的生意 要是想继续心想事成 西摩必须拿人血来供养他 很快西摩就相中了喂食怪花的人选 这个人就是金发妹的男朋友牙医 牙医有暴力倾向 动不动就会虐待金发妹 这自然让爱恋金发妹的西摩十分不爽 于是他开始和怪花谋划 打算把牙医当食物送给怪花 这一天西摩来到牙医的诊所 打算用手枪送他狗袋 还没等西摩开枪 牙医就用孝极面罩 把自己给闷死了 西摩把牙医打包回家 还把牙医给分了尸 然后喂给了怪花 牙医狗袋之后 西摩终于压抑不住他对金发妹的爱意 勇敢的向金发妹表了个白 金发妹告诉西摩 她是一个平民窟出生的战监女 但是西摩并不介意金发妹的过去 最后两人幸福的永远在一起 西摩回家之后 花店老板却找上了门 原来他目睹了西摩将牙医分尸的一幕 于是便拿这个威胁西摩 让西摩将怪花送给他 不然就要送西摩去见警察 就在两人商量的时候 背后的怪花却悄悄张开了他的血喷大口 老板转过身去 瞬间成了怪花的便当 老板狗袋之后 西摩更加红的发紫 他成了好几家杂志的封面人物 这天又一家媒体来到花店采访西摩 节目录到一半 怪花却突然倒了下来 原来是怪花饿了太久 又要喝人血了 西摩没有办法 只好逃离了花店 出来没多久 金发妹就追了出来 刑犯幼乱之时 西摩鼓起勇气向金发妹求了婚 打算带她去到另一个地方 开始新生活 金发妹羞羞的答应了 两人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晚上西摩带着行李箱打算离开 怪花却开口讨要食物 西摩只好出门去给她觅食 这时怪花却拨通金发妹的电话 将金发妹骗到花店 金发妹一过来 怪花就准备吃掉她 眼看金发妹半天身子都进了怪花口中 西摩及时赶了回来 她掰开怪花的大嘴 将金发妹救了出来 但是由于受伤太重 金发妹还是去领了喝饭 伤心的西摩又把金发妹 送回了怪花口中 金发妹一死 西摩也想跟着跳龙 这时却有一个推销员找过来 她想要收购西摩的怪花 还打算将这种怪花进行繁殖 推销到每个家庭 西摩当场拒绝了推销员的建议 她回到花店 打算亲手终结这柱怪花 这时怪花直接从花盆里挣脱了出来 西摩朝怪花开枪 但根本伤不了怪花 怪花开始肆无忌惮地戏弄西摩 西摩却毫无办法 最后怪花将西摩捆起来 送进了自己口中 此时的怪花已经强大到 没有人能伤害她 怪花离开花店 开始在城市中作乱 摩天大楼被怪花破坏 火车被她一口吃掉 人类派出军队也无济于事 最后城市上空 充满了怪花的狂笑 整部影片到这里便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当中国人好欺负 不然卖给你一盆石人花 分分钟灭掉你们国家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 评论哦 level 天ста 琳